这些中医,医乃人数,就是和儒家观点的人的学说,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是人?这是甲骨文当作的一些人的名字。 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人体观点,是儒家发展过来的。 孔子八威把人作为儒家传统道成最高的一些规范。 他的主学核心就是,他包含的范围很广,人可以是爱人,人可以互相互存,互爱互敬互众。 本意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 我觉得有个说法是比较类似的。 有句古话叫做《己所不予勿使于人》。 这是爱人从某一个方面来讲,你自己不愿意的话,你就不要给别人。 《己所不予勿使于人》。如果能做到这种的话,也就是近视于这些方面。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己所不争勿使于人认方》。 《己所不争勿使于》。 《己所莎勿使什么你得帮挑战adoan?》。 《己所不争勿使于我成交》。 这就是独家在政治上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充足或者不是很成熟很成功的一个状态 但是仁正是中国古代福建王朝最高的一个目标 传说当中要胜于三代的仁正 中国几千年是仁正的朝代孤独像唐太宗成为千古伟传的身冠之军 这可能是算一个 人学在中英里面体现就是中式生命其他人情 苏文里面说过了天福地载万物是被冒过于人 天福就是天盖地载即承载 天下万物以人为位 不识人群论也是我估计我们学生的话 在英国里面都要去的这篇文章 不识人群论他们讲了医生看病的时候有三种情况 有三种人群 一个是病人之情 大约人群之类有三 一月病人之情 二月旁人之情 三月医人之情 患者病人的情况 旁人家族人的情况 医者 医生自己的情况 圣人以不识人群为界 就是不光是要照顾到病人的情形 旁人之情和医者之情也需要做 与念学者私之甚之 勿为陋习所的忠耳 就是以忠最不识人群 那里面的一个所照顾 总的目标是忠实生命 忠实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